大家好,爱吃瓜的瓜妹又有又和大家见面了 开篇之前想问各位一个问题 大家心中颜值最高的CP是哪一对? 你们觉得这几年热度最高的BGCP又是哪个? 今天瓜妹就来给大家放KPOPCP大福利了 第一对朴宝剑裴朱炫 宝林是由韩国男演员朴宝剑和KPOP女爱豆裴朱炫组成的一对CP 2015年5月裴朱炫和朴宝剑 称为打歌节目音乐银行的第31代MC 因为受到大众的喜爱 被称为周五情侣 说到宝林CP不夸张地说 应该是这几年韩国最火的一对CP 在他们接手音乐银行MC之前 阴影的收视率连1%都困难 很多大事艺人都不想接阴影MC这个病 而在他们出演之后 阴影收视率持续走高 作为一个打歌节目 最终收视率离近10% 由此也使得阴影的MC变成了各家公司必争的大饼 开创了打歌节目炒CP的开端 宝林当年有多红呢 曾经Irene在拍摄杂志时 说到了自己的理想型问题 而这期杂志上了Naver热搜第一 评论都表示理想型当然是漂宝剑 而最高点赞1万多 韩国总人口才5000万 粉圈人数也不过百来万 一个杂志问答能有上万的点赞 说一句国民CP真的名副其实 一个打歌节目MC怎么会火到这种程度呢 宝林的魅力到底是什么 瓜妹去韩网考察了一下当时的评论之后 总结了几个原因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金生代演员朴宝剑可以说是 目前韩国演艺界最炙手可热的当红炸子鸡 这个爱笑的男孩凭借着请回答1988 受到广泛关注 之后出演云花的月光 在韩国掀起收视狂潮 在国内也是收获大把人气 而他招牌式的微笑 更是征服了无数迷妹 男孩指你帅的犯规了 笑得迷妹们心都暖了 暖男啊暖男 裴朱炫被称为美神阿弗洛迪特 连续多年蝉联韩国最美女爱豆 和整形模板第一名 盖洛普是同代女爱豆前二 拿过国民烧酒代言 是Top女爱豆和国民颜值看板 09年参加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选秀 从而进入该公司成为练习生 14年以女子组合Red Velvet成员身份 证实出道 Irene不仅是组合的主rapper 主灵舞 也是组合的队长 这样两个人组合到一起 就是王炸组合 从颜值上近几年的CP里 就没有能超过的 别说打歌MC CP就算是韩剧主义 也没有颜值比肩保龄的 因此在保龄搭档期间 就被韩国人称为善男戏女CP 也被韩国人说作天上男子和天上女子 保龄能够脱颖而出的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之间那种亲密又自然的互动 让人感觉是真情侣的氛围 更容易使人带入其中 这其中还有很好磕的差别对待梗 裴朱炫是韩国有名的冷美人 对待男艺人一向冷脸 只有对朴宝剑这样情窦初开过 而非常拉好感的一点是 两个人虽然台上亲密宛如真情侣 但是在台下却连彼此的联系方式都没有留 被问到的时候也大大方方承认是台本 台上认真互动尊重观众 台下没有关系尊重粉丝 多方位的原因才成就了保龄的魅力 第二对朴灿烈林娜莲 要说EXO团队当中十年如一日 容貌上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的成员 那就一定是朴灿烈本人了 相信爱丽们都有这样的感受 任凭时间怎样流逝 朴灿烈的容颜丝毫不受任何影响 还是那么的完美 说到卖萌 朴灿烈可以说是EXO里面搞笑卖萌的扛把子了 给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应该就是 灿烈喜欢玩水的这一爱好了吧 在玩水枪的这一环节 朴灿烈真的是最最可爱的一位了 当然了 除了卖萌意外 灿烈在该哭的时候还是非常高能的 林娜莲是TWICE大子主唱之一 经历了多年的练习生时间后 终于透过SixTON获得出道机会 即使在出道前 那脸就已经累积不少出演Envy广告 戏剧的经验 而她不时也会透过SNS分享自拍 女神般的美丽外貌 加上可爱的性格 完全抓住粉丝们的视线与心 林娜莲是TWICE中的AC 朴灿烈是登顶男团的人气王 无论是外貌和名气 在众多网友中 两人实在是太爱般配了 在两人曾经的合作舞台中 大家也可以看得出 他们之间有很好的默契度 第三对调真容金智秀 调真容1994年9月22日出生于 韩国庆商难道 长元市镇海区 韩国男歌手演员主持人 男子演唱组合GOT其成员 真容身上有一种气质 有点类似于古时候公子如玉的气质 想了半天 觉得用秦桂来形容真容 应该是蛮贴切的 但是真容又是一个很温暖很温柔的人 并没有秦桂带来的疏离感 这岁金智秀95年生 是YG很早前就公开了的练习生 大概从2012年起 就一直听说YG要放出新女团了 但是直到2016年 拖延正老秧采访粉末出道 智秀的演是韩国爱的那一款 刚看到智秀的时候 估计大家都会觉得他有些像汤围 智秀未来应该就是走演员卦或者综艺卦 他有一张无可挑剔的演员脸 还有不切场的大方性格 以及努力的态度 他平时是个小话牢 很无厘头 会说一些冷笑话 Sense满分 他大方可爱 能跟所有人打成一片 金智秀是Blackpink中的门面担当 朴真容是GOT7的颜值扛把子 通过合作音乐节目的MC 而被网友们炒成CP 后来两人还一起拍摄了一段舞蹈的MV 虽然MV中这段舞蹈跳的差强人意 但频频出现的亲密镜头 却让网友们把狗粮吃了个饱 第四对陆星才朴秀容 陆星才毫无偶像包袱 她的巅狂魅力通过综艺节目被观众所接受 又在Who are you学校2015中 凭借孔泰光一角将魅力升华 沉稳的嗓音和拿捏得当情感宣显 让人痴迷 调秀容Joy 1996年9月3日在韩国出生 韩国女歌手 女子演唱组合Red Velvet成员之一 调秀容因其脸型比较圆润 所以有着圆圆的娃娃脸的可爱外形 是她如同林家小妹妹一般 调秀容笑容如同甜蜜蜜一般 眼睛总是水亮又无辜 调秀容有着可爱的外貌帅真的性格 调秀容不管在音乐上或者表演上 都能够展现强悍和柔软的多样面貌 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官享受 此外调秀容凭着甜美活泼的魅力 掳获了一批粉丝的心 陆星才和朴秀容的甜蜜合影 两人一起拍摄的韩国真人秀节目 《我们结婚了大受欢迎》 在里面被称作新秀夫妇的两人 在节目里大胆又有趣的相处模式 让大家知乎真的在一起算了 陆星才和朴秀容在节目中的互动甜蜜指数报表 第五对班棒明镜男 2007年 班棒在泰国参加Ring Cover Dance比赛获得冠军 在此次比赛中 他被韩国JYP娱乐公司星探挖掘 在2010年他才正式加入该公司 成为旗下练习生 2013年 班棒以练习生身份参与JYP 与YG娱乐公司共同制作的节目 WHOIS Next Twin 在该节目中与其他练习生进行记忆比拼 于9月6日播出节目完毕后 他与同公司旗下练习生临在范调真柔 段怡恩、王嘉尔、崔荣仔与金友谦组成GOT 其组合 明晋男出生于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 自小学习芭蕾舞 中学时与朋友一起学习少女时代的舞蹈 自此开始关注韩国流行音乐 2013年在JYP的日本选秀中合格 但父母亲因他未完成高中学业而反对成为练习生 在多次表达自己想成为歌手的意愿后 才同意他前往韩国当练习生 二人去年的一张亲密照在网上引发了非常大的风波 再加上媒体们的推波助澜 差点坐实了两人的恋情 虽然说后来JYP出面成精 这二人只是很好的朋友关系 但是两人有如此亲密的举动 不禁让人浮想连篇 其实两人的各方面还是挺般配的 作为团队里的外国人 他们也一定有着很多的共同语言 静下来 静下来